大家好 陳董事 然後這個吳執行長 然後各位老師 非常感謝今天 大家來參與這個Pepo 第十屆的Pepo新聞獎的頒獎典禮 我很喜歡Pepo這個名字 它是說 每一個公民 也是真有Pepo 不是只有在電視台 在做記者的 才有辦法做新聞 才有可能用攝影機來講故事 這個Pepo的精神就是 每一個公民 在現在這個數位化科技的時代裡面 你只要有一個小機器 哪怕是你拿著你的手機 然後在你的電腦裡面 你就可以把你對環境的關心 對你周圍人事物的關心 把它做成一折一折的報導 然後透過我們公視的這個Pepo新聞的平台 發射出去 讓更多的人看見你的聲音 聽見你的故事 那麼剛剛我們看到了 這三位公民記者 他們都做出非常優質的節目 非常優質的新聞 那我知道大家長期以來 在主流媒體裡面 看見的新聞都是那個監視器拍出來的 大家都已經對這些東西失望了 然後因為科技的發達 因為器材設備的更新 所以我們可以有Pepo新聞這樣子的節目出來 它不僅僅是落實了一個媒體禁用的精神 同時呢它是一個公民社會裡面 落實了一個公民平權 大家都可以在有不同的管道 講出自己的故事跟自己的聲音這樣子 我剛剛聽到一個故事就是 我們有一位是第一屆的那個公民記者 然後呢他16歲的時候就來參與 然後第一屆他就獲獎 然後到今天他已經站在那邊成為一位攝影師 所以十年來 對 大家給他一個掌聲 這真的是讓我們非常非常感動的故事 那也只有透過大家持續的關心 持續的發揮公民的責任 然後把我們社區裡面 我們環境裡面 我們關心的議題 我們知道動人的故事 持續的散佈在這個平台上 然後我們希望台灣將來 能夠邁向一個更美好的公民社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